两岸两会第十次高层会谈 星期四上午在台北原山饭店举行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欢迎到访的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一行人 林中森表示 两岸在九二公式的基础上签署多项协议 最近两岸官方事务首长也在南京举行会谈 对两岸关系奠定新的局面 陈德明则希望加快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的后续协商 进一步完善两岸经济合作的机制 这次会面双方也将签署两项合作协议 两会的领导人在第十次会谈如期而至 我们肩负着这样的责任与使命 在今天的会谈中将重点讨论并签署 海峡两岸气象合作协议 和海峡两岸地震监测合作协议两项协议 两岸本月中旬刚在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官方会谈 陈德明此行也将和台湾陆委会主委 王玉琪会面 这是他第二次访问台湾 除了参观台北故宫之外 也将到动物园探望北京赠送台湾的 大熊猫团团圆圆 以及在台湾出生的熊猫宝宝圆仔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